大家好,我是福星老師 最近有些同學在看完各種教學視頻或是演唱之後 就會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像是,為什麼在同樣的音高上面 別人的聲音就會比較滑順 那我的就會點點點點點,諸如此類的 而有些人甚至還只是徘徊在自己的中低音樂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演唱,就會有一股卡卡的感覺 那聽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兒也卸了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兒也卸了 其實會有這樣的狀況多半是因為在演唱的過程中 我們把思維過度的放在情緒或是音色的渴求上面 導致製造聲音的方式過度用力而產生偏差 所以聽起來就會這麼不協調 其實遇到這樣的狀況並不難解決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日常的聲音來做一個比較冷靜的發聲練習 像是做出一個對自己產生疑問的 嗯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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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做這個聲音的時候要記得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排除不協調的動態 所以不可能又把練習做成 嗯?嗯? 這樣都不對 對,好,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身體的動態可以非常非常的少 你就想這是對自己產生疑問 所以不可能有該錯誤示範一個墊腳尖 或是把頭探出窗戶的感覺 好,在把握好這種靜態的疑問感之後 就把自從嗯?換到疑裡面去 然後做這個練習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嗯?嗯?嗯?咻?咻?咻咻?咻咻?咻咻咻?咻咻咻咻?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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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帶到歌曲裡面,就會像這樣 你的歌曲內會和嘞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也卸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也卸了 OK 好 所以我們並不難發現 想要尋求奔放情緒或是遼闊又不失彈性的聲音 其實最好的方法還是以減少喉鋪的動作為原則 如此一來 將我們的中低音域 就會回到一個比較自然的音色裡面囉 請問一下 失敗 勢力量控制 盡力量控制 努力量控制